学姐娜娜 追剧日常 白会长打来视频电话 他们已经带着老崔和张代表去了秘密监狱 正在酷刑折磨 如果道琪不快点赶过去 两个人就会有生命危险 两边十万火急 商量之后 道琪决定先取救高恩 而老朴则去白会长那边拖延时间 层库那边 崔导演已经把高恩和玛丽娅带到了摄影棚里 调试好了设备 准备录制新的色情小视频 二傻在一旁跃跃欲试 迫不及待想当男主角 趁着二傻给玛丽娅松了绑 动手动脚的时候 高恩一脚踹开了他 让玛丽娅快跑 还用自己的身体替他挡住了门 但双手被绑着 高恩毫无还手之力 而玛丽娅也在逃跑时摔了一跤 被二傻抓住 这在这时 一道亮光照了过来 我们道琪终于来了 看看这架势 仓库里 崔导逼着高恩看姐姐的偷拍短片 还扬言会给他拍出更好看的视频 他粗暴的脱着高恩的衣服 这怎么能忍呢 道琪直接开始出租车破墙而入 冲了进来 趁着道琪检查高恩的伤势 崔导还不自量力的搞偷袭 结果被揍的妈都不认识 看来上次头盔砸得还不够狠 这次道琪直接拿着钉枪 朝崔导裤刀来了一发 永远和你的小东西说拜拜吧 高恩也终于亲手毁掉了 这个存着姐姐视频的手机 替他报了仇 小绿 崔导 二傻被绑了起来 如果不是有法律的约束 道琪真想亲手结束掉这几个坏蛋 但他不能这样做 他们走后 警察带走了这几个人家 高恩得救了 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接下来的剧情开始虐 老崔备受折磨 每隔五分钟 白会长就要废掉他的一根手指 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白会长又举起了锤子 被关在牢里的张代表挺身而出 想要用自己的一只手换老崔的手 但在白会长眼里 手并不重要 他看上的是张代表的眼睛 为了救老崔 代表答应了他 操作流程很简单粗暴 只要把药物注射进眼球 就会慢慢变瞎 就这样 在张代表的痛苦嘶吼中 白会长夺走了他一只眼睛的视力 何娜得知大家有危险 赶紧汇报给了第检察官 虽然还没有搜查令 但看到老朋友陷入险境 第检察官先让何娜火速前去救人 如果有任何问题 自己来担责任 警车围住了白会长的大本音 一番对峙后 白会长不屑一顾的让何娜大胆去搜 很显然 能让警察找到的 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文件资料 这里像迷宫一样 想找到被绑架的张代表和老崔 比登天还难 回程路上 到其和高恩通过耳机和老朴 联系着 准备先会合 在一起想办法 但他们没想到 就隔着一个路口 眼看着老朴就要到了 他的车却被一辆急速驶来的大火车撞飞 一次不够 大火车还补了一刀 这剧情眼熟吗 上集开头 白会长也是这么对待包养他的金主爸爸的 这次大火车上的人是大坏 原来他心心念念的想要报复 早在老朴从基地出发的时候 就盯上了这辆车 但他以为开车的人是道琪 看到被撞晕过去的老朴 大坏也感到很意外 道琪和高恩冲过来救人 大坏看到道琪 拼了老命上来捅了一刀就跑 不过此时的道琪根本无心顾及他 老朴还有一点意识 但拜托完他们救出老崔和张代表后 就昏死了过去 高恩和道琪看着他心痛不已 但眼前还有更紧急的事情要做 肩膀上受了伤 只能简单粗暴的倒酒精消毒 那定速器把伤口缝合在一起 驱车却敢逃跑的大坏 大坏仗着自己开的是小卡车 疯狂撞击出租车 但你那铺铜烂铁的 那赶得上人家的高科技呢 道琪开着装了合金装甲的出租车 直面朝大坏冲去 在辆车撞上之前跳了车 白会长向瞎了一只眼睛的张代表提议 如果还能回归到之前的合作模式 张代表源源不断的送犯人进监狱 自己再拿他们去做人体器官买卖的生意 紧睡不放河水的话 那么就可以送一只眼角膜给他恢复蓄理 但张代表已经彻底认清了他的真面目 更何况 复仇只是为了帮助受害的人 而不是为了杀害更多人 在白会长眼中 现在的张代表已经彻底没有利用价值了 他拿着刀准备解决掉代表 就在这时 道琪推门而入 被愤怒点燃的他 赤手空拳 来一个打一个 来一群打一群 以一己之力解决掉了一屋子小多了 但刀架在张代表和老崔的脖子上 为了他们 道琪不得不暂时妥协 倒下的那一刻 他在脑海里还回想着老嫖拜托他的那一幕 趁白会长放松警惕 道琪反手一抓 紧身挟持了他 并在脸上画了一道口子 威胁他放了张代表和老崔 为了自己美丽的脸 白会长妥协了 但道琪一人南蒂一屋子打手 又挨了一劲梦棍 被划伤了脸的白会长 气急败坏 骂骂咧咧的抢了一辆小车跑了 而道琪身负重伤 南蒂大壮的拳脚相夹 体力不支倒在地上 眼看着小红红们围了上来 关键时刻 何娜带着阿仁出现 银枪示警 警察的大部队也及时赶到 带补了大壮和一众手下 混乱之中 道琪跌跌撞撞的开上了一辆警车 去追逃跑的白会长 和他见状 驱车紧跟在后 码头旁 白会长准备带上之前的东西跑路 但没想到道琪也重追不舍的跟了上来 他慌忙逃窜 让小弟们拦住道琪 但主角永远自带光环 几个360度大飘移 这群小弟已经被撞得七零八落了 决绝掉了最后几个 道琪已经伤痕累累 口涂鲜血 他执着的走到了白会长面前 看着这个像疯子一样的女人 道琪理智的克制住了自己复仇的冲动 把她交给了身后的河南 至此 白会长和他的团伙全部落网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和正义的制裁 做完所有这一切的道琪 也终于体力投资 倒在了地上 本集结束 这集的内容真是又虐又精彩呀 宣称无尿点 好几次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目前为止 祖先剧情讲到的大boss都已经落网 但从预告片来看 道琪母亲被害的案件 似乎还有什么惊天大反转 真是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呀 好啦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就请点赞关注我们吧 下周 一起带你看模范出租车的大结局 我是陪你一起追忌的学姐 娜娜子 我们下周再见吧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